你知道猪牙是如何修复的吗 这颗牙齿的内部已经全部烂掉了 虽然它只是个模型 但麻药还是一定要打 在打完麻药之后 小哥便拿出打磨机 开始清理上面坏掉的牙关 牙齿的表面有牙关和牙幼质组成 在清理掉牙关部分的坏牙之后 里面的牙幼质也坏了不少 这些黑乎乎的东西 一定要给它清理干净 否则很容易会再次复发 虽然它只是一个模型 但小哥还是不敢马虎 认真地清理着每一处地方 由于长期的色素沉淀 牙齿的内部已经变化了颜色 但目前看上去 它还没有伤及到牙骨髓 为了保持美观 小哥连牙齿的周围也没放过 现在牙齿里面的杂质 已经清理干净了 接下来就到了修复阶段 首先给它倒上37%的磷酸 这样会让牙幼质脱矿 脱了矿的牙齿 会让一些东西 能更加牢固地粘在上面 轻微的磷酸 不会对牙齿造成伤害 只要拿水一冲就干净了 冲洗干净后 在它的底部刷上一层化学胶水 然后再拿紫外线烘干一下 接着在下面垫上复合树枝 复合树枝绝对是补牙者的福音 这东西不但美观自然 色泽的协调性也好 而且它不会被我们的拖叶融化 小哥也是一个劲的往里面塞 等到树枝凝固之后 小哥开始拿着打磨机 对它进行修整 内壁底部都要打磨光滑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接着小哥开始对牙齿进行印磨 然后拿到实验室 把牙齿修复出来 再过了几天之后 牙齿的模型被做了出来 接下来再给它刷上一层磷酸来脱矿 拿水冲洗干净 底部刷上胶水 复合树枝的牙齿模型也刷上胶水 最后往上面一沾 再把周围清理干净打磨光滑 蛀芽的修复就算完成了 修复前和修复后简直是天差地别 这牙齿终于可以啃排骨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